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为全球首宗重复感染案例 给乐观情绪当头一棒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微生物学系研究团队表示 一名33岁的香港男性在首次确诊四个半月后再度感染新冠病毒 研究人员称 案例显示新冠肺炎无法终身免疫 患者可能会在康复后再度感染 群体免疫的措施也可能无用 香港大学研究团队报告的病例是一名33岁的男性 过往身体状况良好 第一次感染时 他出现喉咙痛 咳嗽 发烧等症状 在3月26日确诊 随后他的症状逐步减弱 4月14日出院 8月15日 这名男性患者从西班牙经英国返回香港时 在机场再次被检测出新冠病毒阳性 他再度入院治疗 但一直未有病症 研究团队发现 第一次感染新冠病毒的病毒株基因排序 与第二次感染时明显不同 研究团队称 这宗案例表明 从第一次感染至复原几个月之后 康复者也可能再次受到感染 由于自然感染后所具有的免疫力 可能只维持一小段时间 因此已受过感染的康复者也应考虑接种疫苗 先前曾感染过新冠病毒的患者 还应遵守流行病学控制措施 例如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 李嘉诚医学院微生物学系临床副教授杜启鸿表示 这次研究结果显示 民众无法对新冠肺炎终身免疫 患者可能会在康复后再度感染 群体免疫的措施也可能没有用 将患者两次感染的病毒基因序列 与全球资料作对比后发现 患者首次感染的病毒基因排序 与三月份时的病毒最相似 第二次感染的排序 则与七八月欧洲发现的病毒最相似 第二次感染不是由首次感染的病毒残留引起 他还指出 患者回港时没有病症 但检测后发现病毒量达到中等水平 可能会传染给其他人 李嘉诚医学院讲座教授袁国勇指出 这名男患者第二次感染时病症十分轻微 显示如果曾感染或已经接种疫苗 即使再度感染 病症可能会轻微一些 但由于这是首宗再度感染案例 仍有待进一步掌握实际情况 英国伦敦大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 微生物病原学教授雷恩说 这是一个非常罕见的再感染案例 他表示可以预料病毒会随着时间推移变异 英国基金研究机构维康桑格研究所 高级科学顾问巴雷特说 鉴于迄今为止全球感染者的数量 即使再感染非常罕见 但看到一例也不足为奇 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在微博上指出 此次港大微生物系测序证实 与此前感染病毒株存在差异 因此是再感染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复养 张文宏认为再感染关乎免疫的持久性 也关乎未来疫苗保护的时间和重复接种疫苗的间歇时间 这次四个月后就发生再感染 还是属于个例 这个问题应该在更大的感染后人群中观察 如果再感染成立 那在新冠高发和流行地区再感染会成为常态 但他也表示 目前还不需要过于紧张 历史上常见的其他冠状病毒感染后 免疫时间都远远超过四个月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